我小时候的所有照片都是哭着脸的 不应该啊 应该从小就特别喜欢说话才对啊 你的好口才 遗传自家里的谁 谁都不遗传 那总得有一个人影响到你啊 觉得就是天称就是爱哭 然后之后呢 不知道因为什么动力又成这样了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 对 因为你知道我很喜欢说话 而且我一说就没个烦 然后我妈就烦我 她有命令 猫猫猫 从今天以后 你七点半以后不许说话 七点半之后呢 我妈就要求我共和写完 然后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就不能说话 我干啥呢 我就开始讨好妈妈 想让她放我说话 我就开始被三子惊 哎呀我的天呐 我的大脑就像这个气球 越来越大 然后呢我又开始被百家姓 这些孙女周五中 我发生出为先生 还要出去游戏过来比较 我发生出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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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那个下面的那个字幕 跟不上没关系 那我头上也行啊 然后呢 直接还考 还被我们的后期编辑做考虑 是不是 对 因为此刻后期编辑已经恨死你了 说话太快 她已经累的都不行了 嗯 那之后呢 帮忙速度再打了 然后呢 就你的记忆力也很好 干啥呢 有了 我唱歌吧 那 我唱个歌 你准备唱歌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给大家唱个歌 你的妈妈在哪呢 我妈妈在客厅玩游戏 是不是已经都晕过去了 没晕过去 我在自己的屋 我关着门呢 你一个人 yes 在屋子里也可以 一直说 说这么久啊 没问题 我跟自己说 但是 你保证声音很小 很逐渐 我的妈呀 啊 好了好了 想我练歌 你这个 这个状况 持续多久了 对不起妈 也得搬你了吧 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一点都不是个问题啊 不是问题啊 是一种开能心 到底是不是问题 我们说了都不算 我们现场有一位 著名的心理学家 余老师 好不好 我们请教一下余老师 小姑娘 这个财思敏捷 然后这个口若悬河 那有一点 说得多 那听的可能就少了 说话好 这是一种才能 但是懂得倾听 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尊重 OK OK 我们的这位小将呢 除了语速很快之外 他还有一个才艺 这个才艺就是模仿 那你接下来 给我们带来的这段 现场的模仿 就是模仿的谁 金星老师 准备好了没有 没有 还要换衣服 还要换衣服 那我们就给你点时间 去准备一下 好吗 好 来赶快回来 拜拜 给你掌声送给他 广告之后我就回来了 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将 给我们带来的 现场的这段 魔法秀 有请 可以开始了吗 现在开始了 好了 开始了 好了 我开始了 我开始了 哎呦 嘿 小偷片子 还有两副面孔呢 看到姐姐姐怎么收拾你 一会过来了 走过我这来了 这下没有了我 我这儿吗 我这次听不到我样子 我说 sorry I don't want to dance 我问你喝什么 我说 sorry I don't want to dance Would you like to send to the drink 咖啡 tea 或 Coca-Cola 我瞄了他也 我说 成真 完美 好 我们再一次掌声 谢谢我们的这位小将 带来的一系列的 精彩的表现